哎呀 我一直以為西瓜是夏天好吃 尤其是那個下刀的時候 你第一刀下去 還沒有往下拉的時候 它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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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那就很熟了 OK 然後那個吃的時候有那個沙沙的 一定要那個沙沙的 那個就是很好吃 最怕吃到那個綿綿的 很噁心這樣 所以西瓜原來是冬天好吃 那我們以前為什麼都覺得 夏天才好吃 才有西瓜吃 應該是說夏天的時候 西瓜是最能解渴嘛 我們只是這樣的假想 但是其實冬天的時候 西瓜才真正能夠成長四個月 那夏天的時候 西瓜都兩個月就好大了 你不在意它就要爆了 那其實都早上 西瓜會爆掉 會啊 那就壞了 它自己會裂開喔 流糖 而且西瓜一壞掉是最臭的 所有的水果 最臭的就是哈密瓜跟西瓜 只要一壞掉比榴槤還臭 我都會受不了 我每次我的鼻子在我們公司 只負責聞什麼東西壞掉 我一聞那個水果就知道 今天一定是壞到哈密瓜 我今天是鳳梨壞掉 還是什麼壞掉 都是在聞這個 不要壞掉 整粥會掉了 出去 這個大家齁 這個很多婦女朋友 她們在買水果 你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壁塊 要粉粉 粉粉當然是比較好 你看有果粉 包括那個葡萄也是 你看這個有點白白的 這個對不起 因為當她手一直摸她 所以其實已經有點 粉頭已經都有點弱 像這個就完全沒有粉頭了 它就已經很漂亮 稍微看得出來 稍微看得出來 稍微有粉粉 這個比較粉的感覺 對 再來 地頭破壞怎麼看 地頭其實當然是綠的話 就是比較OK 如果不綠的話 這個地頭如果不綠的話 就已經是來 說今天剛到的 然後又這樣很紅 然後地頭卻是黑黑的 那個就是崩 黑的不好 那個就是吹熟 就已經有吹過了 這個叫黑色是不是 這個叫黑色是不是 如果它已經是這麼的紅 這麼熟 但是它的地頭卻是黑的 那就崩了 這個梗 我們是說這個梗 那如果自然熟的地頭 是什麼顏色 就綠啊 有啊 你看還是綠啊 這樣這樣 不一樣 還綠綠的 對對對 這就是很健康 我們看那個黑頭跟綠頭 然後摸起來也是 再看一下 這樣有感覺嗎 有有有 都紅了怎麼搞的 有感覺嗎 對 地頭要綠 對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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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要比這個 然後尾巴 最主要是尾端這裡 尾端如果是有全部都紅的話 這個熟度是最適合的 如果尾端是這個樣子 都沒紅 這種就不要買了 皮膚有好嗎 皮膚幫助不大 以前都是聞味道很有幫助 有味道就差不多了 現在喔 我試過尤其是今年 很多的聞起來都有味道 殺下去都不甜 就是 今天不準了就對了 已經不是很 很有效的一個依據了 我們要怎麼 要鎖鎖鎖鎖 回去 別說這樣放一兩天 就隨著長黑色 黑半天 比較新鮮 要冰嗎 沒有你要判斷熟度 才能決定要溫度保存 要先熟度判斷 比方說我們現在挑選這個芒果 當然它有幾項重點 因為這個芒果現在是 我們現在的當令 大家都特別喜歡 我們就在這裡強調一下 芒果最重要的 你就是要看顏色 它的顏色如果是像這樣的 或者是這樣的 我們會比較擔心 就不要挑 不要挑這一種的 或者是說 它明明就綠的 就已經有黑斑 這就不對 這個也不要 在綠皮的時候有黑斑 就不要 而且你看 綠皮的時候就已經軟了 它摸起來它不是很結實 它不是很結實 你可以摸出它不健康 摸幾個就嚼嚼老了 對 像這個就很比較結實 就是我們從目測一直到觸摸 然後跟聞味道 我們來 這三樣我們來判斷 我覺得不要去買那種過度包裝的 過度包裝的 其實你看它上面很漂亮 下面其實爛不要 或者下面就是這種沒有熟的 所以它那個包都不OK 直接可以摸得到 來 介紹鋪頭要怎麼算 這個就是有 當令的 夏天的時候就是葡萄成熟時 暑假的時候就是葡萄成熟時 這個當然我們不是要看顏色 我們這個是 這個就是有粉 這個有果粉 那可能消費者大家會比較需要的是 不要再說有粉是醋油 有很多人人說有粉是醋油 有啦 這個有醋油來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種粉它不是在 不是很均勻 它有的時候是因為濕氣比較重 然後它那個果粉會 果粉會流下來 這個現在這樣看好像不是很清楚 我應該這樣講 這種就比較像有噴農藥 因為到時候它濕油是流的 一點一點 對 流的藥腳這裡 一點一點 好 你仔細看這個 這個就沒有這種問題 均勻 所以它都是粉 像這個就比較有農藥的 或者是濕氣 然後把它的果粉都已經 已經結成一個一粒一粒的 就是有點髒髒的感覺 看起來就有點髒髒的感覺 你看這個都是 這種就比較差 但是我們今天的葡萄 不是說看顏色說黑的就比較好 或紅的就比較差 不是這樣 我們純粹是剛好拿到的示範 是這個樣子 你看這兩顆這種 這種就是濕氣比較重 然後果粉就已經不均勻 那最下面這一段 如果有個白點 那個就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這個農藥 你看這個看起來就比較髒 這就沒有套袋 比較沒有套袋才會這樣 有套袋的 因為其實葡萄也算是高經濟產物 通常都會套袋 那我們把它 我們都是在它必要的時候 成長的時候 我們其實藥就下那麼一次而已 大家不要想說水果是 always在下藥 它沒有那麼多成本 那問題是像這種葡萄番茄 洗的時候 如果照阿德哥講說 阿德哥很厲害 我覺得葡萄 你介紹農藥還在介紹用藥 不要這樣 要怎麼洗它 葡萄不要這樣 不要用這樣拔的 用剪的 剪下來之後 你當然要用流水 其實我們講的都不是說 洗掉農藥而已 最主要也是一個衛生 因為它一定會有一些灰塵 那你就把它當 所有的水果 不管是要去皮 或者不用去皮 我們都要這樣經過流水 把它洗過 那有人講說就是洗葡萄的時候 加太白粉 這是 這是 我不知道到底是哪裡 加鹽巴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哪裡 鹽巴是錯的 對 所以我都不知道 全部 你不要再從網路上去收集信息 那不是從網路 那個是老一輩的人傳下來 有嗎 我自己 葡萄要怎麼選甜 葡萄如果說一串這樣 你如果能夠從上面的吃到甜 就代表下面也甜 還要試吃喔 你可以給人家摘一顆吃 那有問題是我們要 要讓我們試吃 要跟他講啊 你這個有甜就要買 可是現在的葡萄很甜 越酥的越好 那這樣好了 這樣的果實 果實一看你就知道 他是健康不健康嘛 你看 然後摸起來就是 是不是水球 如果是水球就不好嘛 那有的人可以來 人可以來就這樣 老闆會吃嗎 不吃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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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有辦法 從這裡就給我們搬一下 其實 正常來講葡萄 應該都可以試吃了 一顆 實話說吃一顆 今天吃不出來 給我一顆 我要你先去吃不出來 這個可以讓你試吃一顆 這叫做奧Q 育兒包也可以 這個就不行了 對 通常這個是可以 戴成奧Q 你又要怎麼買 沒辦法 我都要吃一顆 我們也脫整塊了 吃了